你看一看 都对吧 喂 吴总 吴总 有什么事儿吗 没事儿 忙你们的吧 你过来 吴总 桑一玲 一玲今天请假了 为什么 她不是得那个皮肤病了吗 严重了 全长脸上了 我怎么不知道 吴总 这个您不用担心 一玲说呢 她认识个医生 你这就过去找她了 我估计也不是 快快快 喂 谢天谢地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 去机场 干嘛 海滨我需要安静 你给我点时间好吗 等我把所有的头绪 捋清楚了 我的病就没事儿了 你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 我想一个人待着 你相信我吧 这这服装服不对啊 这个不接上一 上一期啊 这个这个这个 网友的这个 咱们会在那儿 等你什么 什么司法 我怎么了 嗯 我的那通电话 跟海滨的车祸 到底有没有关系 每次问海滨他都遮遮掩掩 他心里有什么秘密 这样的人能给我幸福吗 你 来 可以 找找 有啊 随便坐 你这儿环境不错啊 不错 不错 真不错啊 不瞒你说呀 这是我头一个家 想你还真是啊 你婚后一直就住在你妈家 这真是算你的第一个新家 也算是跟汪江一个了结了吧 可以开展你的新生活了 难怪布置得这么 有情调啊 我没这两下 算是一零的吧 来 喝一口 怎么看起来 你挺郁闷的 这离婚的可是我 你怎么这么惹人难懂呢 你就说这女人哪 怎么这么惹人难懂呢 你跟一零又怎么了 我也说不好 情绪很差 然后出现了皮肤过敏 再然后呢 一声不响地跑寒过去了 问她 就是我想静一静 我都不懂 我告诉你啊 这是新病 有些病毒啊 不见得是外界引起的 是心里作案 我想她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一下 去放松一下散散心 对她来说 并不是件坏事 行了 你别琢磨了 来 你庆祝一下 你的新家 嗯 这一静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不好意思 您打电话已关机 您打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员 怎么全都关机啊 宝贝 你睡醒了 一大早就不见了 大剧公司又说你不在 你上哪儿去了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啊 你昨天不是抄着 要吃豆浆油条吗 我正在外面给你买呢 真的 你真好 我今天想去郊区转转 你陪我好吗 我这不是要上班吗 现在都有三季 遥控处理不就得了 亲爱的 我真的很想去 你看今天外面天气多好啊 好好好 好吧 你看看我都把你蠢快了啊 你在家赶紧 赶紧收拾啊 别让我等着急了 我一会儿去谢谢你啊 就这样 等等 撑一灵在哪儿 我等了她半天都没有看到她 手机也关机了 你来告诉我 手机关机了 那你接着她 你可以不告诉我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的敌已经完全被我翻出来了 如果以后 不想闹个身败凌冽 一事无成的话 就离她远一点 你吓着我了 吴外边 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蒋梅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 人在所 天在开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可以提醒你一下 三年前那场车祸 其实可以避免 因为你对汽车性能的了解 超乎常人 来 方姨 行了 好好歇着吧 星儿 我要让方姨好好给你补补身体 谢谢干吗 客房准备好了吗 都收拾干净了 行了 我先回公司 回头再来陪你 干吗 你忙你的吧 我过来住就已经很打扰你了 要是再耽误你工作 我心里就更过意不去了 别这么说 我心里有书 好好歇着 好 往下都查走 回来吧 从小未来来 嗯 来 老板 我帮你都想起来 你哪儿呢 我都知道你的人 我不是想起来 海滨已经搬走了 他真的不打算再搬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 他搬走的时候 才挤箱子的衣服 他在这个房间住了这些年 这人一走啊 就觉得什么都没留下 不过他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 我听您的意思 还挺同情他的 可不 你是知道的 小姐的病 不是什么人都受得了 我要不是从小看着他长大 没准早就辞工不干了 你说小姐的病是真的 我一时口快说错了 其实算不上是病 他就是脾气不好 是我们给惯的 方爷 我觉得这个时候 没什么好隐瞒的 您不妨把真相说出来 我们也好帮到干妈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这段时间 干妈跟海滨几乎不联系 你不希望这样下去吧 方爷 您好好想一想 干妈现在在这个世上 除了我 最亲的就是海滨了 家和那么大一个集团 我是帮不上他什么忙 所以他现在身边最需要的 就是海滨 我相信 您也不希望干妈那么大的家业 最后落到一个外人的手里吧 其实有些话我也憋了很久 海滨真的很无辜 她在和小姐结婚之前 根本就不知道 小姐患有先天性预造症 结婚初期嘛 小姐心情好 所以她的病情呢 就比较稳定 可是后来海滨去了永续 每天工作特别忙 小姐的心情就开始 慢慢有了变化 即便这样 太太还是没有和海滨 说出真相 您的意思是 我干妈在刻意隐瞒病情 我也搞不懂 反正对汪家来说 小姐的病是太太最忌讳的 最不愿提起的事 连她自己也在逃避 那后来海滨是什么时候知道小姐病情的 这个我也说不准 反正是在出车祸的前一两个月吧 我看见海滨给妹妹吃的饮料和食品里的放药 放什么药啊 我没敢问 反正每次 妹妹吃了放了药的东西之后 她的心情就平静了 这所有的一切 干妈都知道吗 应该知道的 他们俩经常趁妹妹睡觉的时候 在阳台那儿说事情 太太一直对海滨很信任的 我看见海滨 方先生 刚想打给你 查到了 你的爱人出国了 她是出差了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她去了韩国 你帮我办件事 说 我刚才查了一下啊 这个最近桑一龄那个房子 涨了不少 我想把它买下来 我没听错吧 涨价你反而要买 这是什么逻辑啊 房价不涨 她能卖吗 而且桑一龄她爸呀 是个小市民 这栋房子呢 这两年把他们家折腾得够呛 所以说如果现在 能赚个十万八万档 我相信他们也着急出手了 这事不难办 好 上这儿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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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来 上来 不听话 哪位 是桑先生吗 是我 我是我爱我家的房屋中介啊 有 有位桑小姐之前在我们公司放盘 说只要房子有好价钱 就把房子卖掉 所以我赶紧通知你 是吗 涨的有多少啊 现在找了将近五个点吧 也就是十多万的 行 我明白 我明白 那这样吧 你可以让那个客户先来看看房子 不过有一点 现在这个房子有人住 要看房啊 也只能是晚上 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 到时候我们连租约一块儿买了 说不定价钱还能高一些呢 好事 好事 那行 那我们回头 我电话再约 好嘞 那这样啊 好 再见 老总的意思 让好心以后 以家庭主妇形象上进 我给他设计了一档节目 起了几个名字 你也瞅瞅 那个好点 哎呀 哎呀 这 这名字漂亮 起的好 这个 吴总 我觉得哪个都特别好 呃 不过 好心那孩子不是已经没了吗 呃 而且我听那个雪红说呀 她和雷继强的婚姻也 给摸玩了 她不太适合主持家庭栏目 那你说怎么办 这么一大活人 那也是一个名主持 你让他干什么去 不能什么都不干吧 对对对对 要不是您是领导的 你看我就想不到这儿 哎 吴总 我有个主意 说 让他在 网友的视线当中 消失一段时间 养精蓄锐 哎 等他再回来 没准就受到网友的追捕 我早就想到了 嗯 可能吧 就那人 就那脾气 你两天 就得给你打个天翻地覆 你来收拾这个残局啊 你太对了 要不是您是领导的 你看我就没想到这一点 别别说那么多 赶紧回去想想想 行行行 吴总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没有 吴总 龚总 您是我的上司 生活容易 您是我大哥 有什么 啊 跟兄弟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你分担点 分担不了 桑一铃的爸爸 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就刚才 说想卖房子嘛 说一铃那房子呢 三年前是最高价的时候 买来的 将来价钱不错 如果卖了 能把那些亏损呢 补回来一点 我说卖就卖吧 也算是解开一铃一个心结 可你说我住哪儿去啊 吴总 您什么时候 搬到一铃的房子了 你管他 你管你找吧 我管不着 要不然你给我找个房子去 那我还是先工作吧 完了以后我再帮您找房子 好 你来啦 哟 大忙人 今天准备请我吃点什么呀 看来你是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那当然 为了保住我和韩总 十几年的友谊 我再怎么样也要拼上老命吧 可叔叔都查到什么了 你知道吗 其实史迪分庄是一个花花公子 虽然他是洪峰集团的高级职员 月收入几万块钱 但是他挥霍无数 不惜代价地去追女人 导致欠债累累 我是通过一个秘密渠道 查到他好像欠银行 几十万的卡数呢 几十万 这么多 你可别小看他 他偶尔还是一次会把债务还清的 可是过不了多久 他又会欠新的债务 总之 我觉得欠债对他来说 总是没完没了的 奇怪 汪董怎么会跟这种人扯上关系呢 用点吃的吧 没粥吧 帮我送个外卖 不好意思 天气预报说今天要下雨 我们就不送餐了 你这什么理由啊 天气预报说要下雨 你们就送不了 现在不是没下的吗 不好意思 请谅解 好好好 那你等着吧 哎呀 哎呀 偏有你我呀 哎 你好 怎么着 凯逼 我有个事咱跟你说 我查了一些关于斯蒂芬的资料 我发现 他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跟你见面聊聊 见面啊 天气预报说了 待会儿要有大雨 这么着吧 你不如干脆来我们家 咱们在家里聊 顺便呢 你还能给我带点饭 好 你想吃点什么 吃什么都行 你来安排好不好 那好 你等我 我马上就到 好 天无绝人之路 来了 你好 来车会了 您是桑先生吗 对 是我 我是贾大雨 这是我的名片 抱歉 跑一趟啊 你看这雨下的 是啊 我是特意来通知您啊 您的客人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那 那就不用去了 不过我觉得 咱们还是跑一趟吧 我给房子拍点照片 给客人问问假去 有诚意的客人呢 咱们再看房 没有诚意就算了 也省得您跑来跑去的 对不对 有道理 可这就吓得很强 这个您不用担心 我开车了 你开着车呢 是啊 那好 那咱们去一趟 那走吧 那走走走 好 开了 你怎么回事你 你怎么给林婷这样啊 我刚才去给你买饭 半路上散坏了 我就只能跑着去饭馆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不会找个地方 先避避雨 等雨停了你再买去 我不是怕你饿什么 你呀 你真是 这样 你听我的啊 赶紧到卫生间 冲个澡 多冲一会儿热水 要不这样受凉 容易感冒 知道吗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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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冲一会儿啊 来 我给你拿这个浴袍来了 待会儿把这干衣服换上啊 好 这儿吧 嗯 谢谢 好 好 洗好了 来 来 你说你 快 喝杯热茶 谢谢 我赶跑了 这穿成这样才被人家做客 太奇怪了 没事 算了 我这样你也不自在 我还是走吧 你怎么走啊 衣服都失成那样了 你怎么穿啊 没事我坚持一会儿就到家了 没事的 他再试试把热水喝完 待会儿咱们吃饭 吃完饭呢 咱们谈点咱们工作上的事 然后再说好不好 好吧 来 喝水 我还是不太自在 没事 没事 我觉得挺好的 你穿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能让我欣赏一下啊 美人出狱 少来你 你再说我走了 别别别 不过我跟你说真的 那个在 应该说叫 少男时代 我那时候的梦想啊 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也可能我是孤儿吧 所以那会儿就特别想 有一个自己的家 然后有一个 心爱的女人 跟我当老婆 然后每天下班 回来开开门 女主任就穿成这样子 家具服啊 或者浴衣啊 或者什么 然后头发 什么高高地盘着 然后笑音音地看着你 跟你说 你回来了啊 谢谢 是挺美好的 我想这是很多人 对家的美好愿望吧 但是我更情愿 下着大雨 跑在大街上 去给我心爱的男人 买他最爱吃的东西 然后是露露地回家 等着他给我打开房门 给我一个微笑 再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别这么说 这么说我会动情的 抱抱我 你自己 employers 超开这些唱会 まあ我们是一一以上的 心筋ươngương Jr. 那iform. 我斯宇敡也不让你 这个拥抱 不得了太久了 虽然我知道 这个拥抱并不属于我 但是我宁愿这样自欺欺人 去享受我的伪劳 别那么说 你再这么说我会哭的 你不会 你没那么脆弱 你只是一时的胆处 觉得我很可怜吧 不用偷情我 我比你想象的坚强多了 我知道 我了解 我什么都明白 你一直在隐忍 一直在等待 等到航空 我愿意 我愿意 安静 如果我没有所历灵 如果我不像现在那样 对她一往停止 我一定会追求你 好了 有你这句话 我就满足了 沈云 我知道了 是桑叔叔 对对对 她跟我说要带人来看房子 我该忘了 这我 别着急 别着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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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这儿打开电话 行 快走 电话没人接 估计还没回来 今天看不成了 咱改日吧 行 那咱们改天 走走走 这雨下 这雨太大了 抱歉 今天房子也没看成 没事没事 咱们改天再约吧 成 改天再约 那我送您回去 不用 不用 你先走吧 待会儿我打个车走 那行 那我走了 小心点 吕大 撒着撒 改天再约啊 走吧 张老爷子 您怎么在这儿呢 您 您认识我啊 您说笑了 您是在动1023的夜主 我怎么能够本死您呢 年轻人记性真好 哎 张老爷子 您在这儿干嘛呢 哎 哎 我去上楼上找我那个租客 敲了半天门 好像不在 您那租 哦 吴先生 啊 他回来了呀 早就回来了 哦 哦 你忙吧 你忙吧 那我就去了 哎哎哎哎哎 早就回来了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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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种汤对身体很好的 你怎么不喝呢 这汤是甜的 可是我喝下去 却感觉是苦的 哦 是因为你刚刚做了手术 口味会有点变 没事 喝吧 干妈 我知道佳和特别忙 您不用刻意留在家里陪我 你这样让我很过也不去的 没事 公司有寒娇帮我打理 我很放心 海滨真的不管了 不用再提海滨了 干妈 您之前不是一直想撮合韩小姐和海滨吗 我觉得韩小姐她人也不错 可是她怎么一直没有笼络海滨的心啊 说正话我也理解不了海滨的选择 她的眼里只有那个狐狸精 谁都装不下 好了干妈 我们不提她了 干妈 您还记不记得这条手链 这手链不是明明都初中的时候 我在美国出差给她买的吗 嗯 怎么在你这儿呀 她当时 她当时说不是特别喜欢 就送给我了 可是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每天都带着她 一看到她我就想起梅梅 我特别怀念我们小时候那段时光 那时我把事业把工作砍得太重了 陪美美的时间太少了 到今天想起来我心里都内疚 谢谢你 星儿 谢谢你帮我陪美美那么多的时间 您千万别这么说 其实我们俩已经很幸运了 美美有你这么一个好妈妈 我有你这么一个好干妈 好心啊 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女儿 你所有的事情我不会不管 你放心吧 你跟吉强的事情 我一定会抽时间跟她谈 只要你的生活幸福美满了 干妈心里才踏实 明白吗 谢谢干妈 老婆 老婆 快起床 吃早饭了 老婆 你居然会下厨啊 这什么不会的 不会可以学啊 我现在呢 这不是已经没人期了吗 这伺候老公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老婆 你太好了你 你说我 我现在觉得啊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真的 你说我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实习医生 就娶到你这么一个 如花似玉 貌如天仙 聪明灵灵 而且还温柔体贴老婆 你说我这上辈子是急了什么德啊 我信 那你幸福不 你当然幸福了啊 我也是 所以老公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呢 我一定会用我的实际行动 来好好爱你 谢谢老婆 讨厌 吃饭了 来 吃饭了 吃饭了 快点吃 好 来喽 好 喂 雷医生 睡了吗 好 还没呢 想不想到大排汤吃点东西 好吧 好 来吧 喝一口 今天我会控制的 保证不会出什么事 我倒是无所谓 就担心啊 你晚上回家没办法交代 声明在下啊 今天晚上呢 我打死都不会送你回家的 省得到时候又被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你看啊 跟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来 这样吧 我自扇两个耳光 算是对你的赔偿 你干吗打自己啊 你傻啊 都过去了 我没有那么计较吧 你也别太在意了 行了 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咱们都别提了 来 再喝一个 我看你这几天都留在医院 你不会打算真的不回家了吧 这么说呢 回去 总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老别扭 还不如都在医院里待一待 没准啊 还能多救几条命呢 你没事吧 医院又不是天天在死人 看 干吗呢 有的人肉体死了 有的人心死了 我看你好几天没有换衣服了 行了 明天啊 我送去洗洗 我帮你垃圾洗 我帮你垃圾洗 叔叔 有事啊 我想跟您聊聊 甭聊的 我要出门 您一定听我解释 甭解释了 回头再说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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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个 人 航大 中文字幕——YK